表格 我們在做文書處理時 有時候為了對齊 有時候為了製作一些圖表 我們需要用到表格 表格使用選擇 功能表上面的表格 選擇插入表格 然後你可以替表格取個名字 你要插入幾藍、幾列 直的叫做藍 橫的叫做裂 假設我們藍色三藍 裂是兩列 安全的插入 自動幫你插入三藍 直的叫藍 橫的叫裂 這是表格 表格插入表格 可以這樣做 三藍 那你也可以選擇 在這邊有一個表格的 工具列有一個表格的圖示 選擇看要幾藍 直接拉 假設我一樣是 四藍兩列 點了它就直接出來 這是插入表格的方式 那如果表格的列數不夠 你可以用定位鍵 Tab鍵 在最後一列的時候 你按一下Tab 它自動會幫你加一列 那如果列數太多 選擇之後按右鍵 可以選擇刪除 你要刪除列 或者是 直的選擇 直的選擇 按下 按右鍵 刪除 藍 這個都可以去處理 表格可以移動 藍位的寬度可以移動 也可以自己做設定 框線的部分 你可以做一些不同的選擇 在格式裡面有一個框線往底裡面 你可以做設定 那你也可以在工具列這邊 如果有找到框線的部分 你可以去做一個不同的表 處理 在複習室表格 可以選擇表格插入表格 也可以使用工具列上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做為表格插入